拜六日子的好天 大家出来的运动都在地步 看欧真百惊 还要美专家伙伴上 礼拜日就失陪下 全台湾也都比较热热 后礼拜日之前 等半部高温来到一百度 三个半部可以30到34度 也不过来到拜三公 等北几方要专业 北台湾就会更厉害了 相对来说云量上市比较偏少 今天的话主要是在 基隆北岸跟东半部地区 或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 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属于 多元到其中天气 不过中午过后的话 在北部地区跟东南部山区 或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 礼拜日方面接近 西方部有局部累准复 等北部担保跟山区 说好会就较大 后礼拜日方面 在北部海边顶挡 希望方的北部担保 是有局部准复至累复 拜日说好会较痛 南部实质风格好天 过头是较有西方 不过水期说要拜三以后 才会较减少 下周三之后的话 就会转于一个 东北季风形态的天气为主 所以包括东半部地区 北部地区周三的话 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 那其他地区是属于多云的天气 午后在山区 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 那从下周四下周五的话 水期就会比较减少 好时一转一转来 全台湾11座水口 都有较浸水 北部飞水口 挑水率66.5% 就门到保山 是只有32% 中部这边 水面显得更高 这些汤来到九霜 地区没有七霜 旧庚白 也是只有22.3% 南部是较少水 除了欧山头水口 其他都不到50% 平和只有17% 希望下周五两坡方便 水口可以再进水 冰西新闻 台北部导